善导大使 也给我们讲了三人 那么一般传说 善导大使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他身在唐朝时候 那个时候 日本 韩国 还有这个越南 不少的高僧大德到中国来留学 他们认定两个老师 一个是山头 修净土的 还有一个是智哲大使 学法法的 这两位老师 他们国外这些学生非常之多 确实回去也真有成就 善导大使给我们讲的三人 第一个是习人 欢喜 念阿弥陀佛而生欢喜心的 他讲的话很好懂 诸位想想 念阿弥陀佛 念到生欢喜心 不但是将有感应 肯定是 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念到发息充满了 这是念佛 功夫的亲身 第二种呢 误人 开悟了 念阿弥陀佛而误解真理 真理就是诸法实相 念佛 为什么 烦恼念掉了 不就开悟了吗 那我们现在不少人念佛 为什么不能开悟 第一个是夹杂 功夫不纯了 念阿弥陀佛 里面还夹杂着妄想 分别知诸 第二个怀疑 信心 不足 大师志菩萨 吓得我们 念佛的 刚临 度舍六根 敬念相起 度舍六根 十三妹 不夹杂了 敬念相及 如果六根没有收回来 年 叛缘寺 儿 叛缘身 六根 叛缘 六成 境界 架杂在念佛里面 把念佛的功夫 全破坏了 所以这个 都是六根 简单讲 把你的妄念 统统收回来 就这个意思 一心 专注 这叫 近年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相及 是不间断 会开悟 开悟之后 就跟 惠门大师一样 你所没有 学过的经教 你一听就懂 一看就明了 开悟了 第三个是 信任 念 弥陀佛 而注于真心 这个真心 相信自己 决定的神 功夫成就了 善道大师 解 观金中 他对 观无量寿金 有一部著节 叫四帖书 唯提 希夫人 所得的 无神法人 善道大师 讲 就是这三样 习人 误人 信任 净土 文类行卷里头 有一句话说 庆喜 一念相应后 与 未提等 获三人 这都是 解释 关键的 信息是 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 念阿弥陀佛 一念相应之后 跟委提 谢夫人 一起 都获得了 三种人 那么这三种人 也就是 善道大师 说说 习人 误人 行人